结了不少民众都会买肉粽过节 但摊商说今年猪肉价格 从一斤两百元涨到两百一十元 鲜蛋黄价格从去年一颗八元涨到十元 糯米价格也从一斤四十元涨到四十五元 制作成本大增 豆啊 香菇都涨很凶 三层以上 价格高啊 那客人买的就会比较少 以前粽子可能一颗五十就OK 现在可能都买了六十 主据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年增2.0 2.22个月超过通膨警戒线 隔着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不止猪肉 鸡肉 沙拉油 调理油 涨幅也超过5% 连水果也涨价 肉类超贵的 肉买不起了 肉买蔬菜 主要人瘦啦 肉方面有变比较贵 水果有觉得好像贵一些 就少吃一点 像是巴勒涨百分之十九点六一 市场零售价从美金三十九元涨到四十九元 木瓜从美金三十二元涨到三十九元 小苹果每颗五元涨价到每颗十五元 都是有涨啦 只是因为涨多涨少 至少涨二十八啦 主机总处计算 平均每月消费支出以八万元家庭为例 支出将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千六百一十六元 当中包括外食费平均增加三百六十二元 肉类涨价 采买费用也增加一百三十二元 另外包括国外旅游团费涨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四 旅馆住宿费也涨了百分之十七点三九 超过三百六十个茶价项目八成都涨价 现在也是接近百分之六 中药民生物资的涨幅还是相当的大 鸡肉 猪肉 还有鸡蛋的这个部分 多少还是会受到去年因为乌二战争 鲜水美涨物价却一直飙涨 民众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记得周婷姐 陈连台北财报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